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身边还有朋友讨厌吃蔬菜 但是如果他对蔬菜反感到要摧残他们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提防他们啦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发生在日本神户市 一宗有关蔬菜 而且震撼全日本25年的案件 你有没有想过这里的每一个网站 搜索的每一个内容 甚至留言都留下大量痕迹 而这些痕迹就正会令立心不良的人有机可乘 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个可靠的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不留痕迹 敏感的个人资料亦都受到保护 而今天原子为大家带来的就是Shelfshark的VPN 缺除了支援不同手机和电脑系统之外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 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装置都可以受到保护 同时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迷 而用Shel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 其他国家独家的Netflix精彩节目 而Shelfshark还提供30日退款保证 现在透过原子订购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17折的折扣之外 还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入网址申请输入Mr.Adam 在1997年2月10日 一个平常的下午 日本神户市衰磨区的警察局收到报案 只有两名的小学女生在放学的途中 被人用铁锤襲击她们的头部 其中一人还被打至重伤 而另一名受伤的女生表示她受杂倒地的时候 不单只见到兇徒的样子 还认出当时对方是穿着友邮中学的校服 以及拿着学生专用的书包 女生的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马上要求友邮中学提供学生照片 被个女儿指认攻击她的人 但是友邮中学以保护明星为理由拒绝了她的要求 女生的父亲再次向警方求助 但是警方只是认为这是个别的襲击事件 在没有实质的证据之下 没有协助父亲向学校索取学生的照片 警方的错误判断 以及学校一贯丑事不外传的态度 间接造成了之后更多可怕的事件 相较了一个月 在3月16日发生了另一次的襲击事件 大约在中午12点 在神户市衰磨区龙爪台的公园附近 十岁的山下彩花 遇上了一个问路的神秘人 想询问她厕所的位置 天真而且热心作人的山下彩花 带了她去厕所 当他们走到厕所的时候 神秘人就跟她说 将念转过来我要感谢你 怎知神秘人突然拿起铁锤 狠狠地敲她的头部 山下彩花马上被打至重伤倒地 而当神秘人逃跑至案发现场 约200米外之后 就意外撞见另一个 和山下彩花同校的小学女生 神秘人竟然拿出一把小刀 刺中对方的腹部 然后继续逃跑 被刀刺中的女生 经抢狗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可惜 头部受到重击的山下彩花 由于脑部的创伤太过严重 最终宣告不治 由于事态严重 警方马上开始调查 可惜两个月之后仍然毫无进展 但是他们不知道 一个更加铁人的噩梦即将降临这个社区 在两个月之后 即是5月24日 11岁的男生陶思纯出门去到祖父家 但是直到晚上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不见陶思纯的蹤影 他们担心陶思纯的安危 就向警方报案指他失了钟 由于近月已经发生两次小学生遇集的案件 所以警方立刻派员协助尋人 不过经搜索之后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但直到三日之后 警方终于找到土思纯的终跡 但是一切已经太迟 在5月27日的清晨6点钟 由休中学出现了令人无骨悚然的一幕 一个学校管理员竟然发现学校大门前 摆放着一个头颅 管理员立刻报警 警方随即到达现场 发现死者除了眼的位置有X型的伤痕 更恐怖的是死者的嘴唇两側被戒开裂口 就好像小丑一样 而头颅的口中更加失了一张至警方的字条 内容是 游戏要开始了 愚敦的警察私着来阻止我吧 关于杀人我感到非常愉快 好想看到人的死亡 用死亡来制裁安装的蔬菜吧 用流血来审判我经年累月的怨恨吧 school killer 学校杀死之走鬼长眉 受到兇手高调的挑衅信 警方尝试在指条里面尋找蛛丝马跡 他们发现兇手连学校school 这个简单的英文都传错 所以他们推测 兇手可能是学术水平低的成年男人 在同一天的下午3点钟 警方在友邮中学500米外的水槽山 扮演一具毛头尸体 后来经警方调查之后 扩现这具毛头的尸体和分开的头颅 都是属于失踪多日的11岁男童陶诗淳 由于爱子被残杀的真相实在太难以接受 受害人的父亲陶诗手当时认识的时候 表示个儿子的尸体好像不知名的诡异物体 甚至觉得尸体是仿造个儿子所制造出来的公仔 就是这样 由于第三宗失害事件的手法是属于剧场刑杀人 即是空手会挑衅警方 或者会作出预告杀人的行为 所以引起了全日本民众的关注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在6月4日 神户新闻社竟然收到由空手寄出的声明信件 在信里面 空手宣称自己杀人的时候感到平静 而减轻他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 同时他也斥责日本的教育制度 还指责传媒写错他的名字 将走鬼祥眉不捨成鬼祥眉 还恐吓他们 如果你们再读出我的名字 或者做一些令我生气的事 我将会一个星期内弄坏三颗蔬菜 当时 调查人员认为空手将其他人应用为蔬菜 是要将人当成没有生命的物件 推断空手的精神状态极度不稳 由于在信件里面 空手多番提及他可能会再杀人 所以警方必须在神户市大规模调查 就在这个时候 空手就漸漸露出破绽 警方到了附近几间学校调查 逐一查问学生 发现一个叫做东真一郎的男孩非常可疑 首先他否认自己认识被残杀的男童土思纯 但事实上 东真一郎的弟弟和死者土思纯是朋友 而且死者也曾经到过去家玩 第二 警方发现东真一郎学校功课的置跡 和空手书信的笔跡非常相似 第三 警方查问曾经授杂时候目睹空手容貌的女生 女生即刻认出想中人东真一郎就是空手 根据种种线索 警方推测东真一郎就是走鬼长眉性斗 人证物证都驱在 警方在发生第一件襲击事件后四个月 即是6月28日的晚上 以涉嫌杀害和侵害他人身体而拘捕了东真一郎 也慢慢揭开了他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 在1982年 东真一郎出生于神户市 是家里的长子 和父母 祖母和两个弟弟一家六口一起生活 父亲每日外出工作 母亲就负责照顾家里的大小事 是典型的日本家庭 东真一郎还自养了一只叫做佐佐的柴犬 和香港一样 父母都希望子女可以入读名校 毕业之后顺利找一份好工作 而在日本 学生之间的竞争激烈 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而东真一郎的父母也不例外 希望子女可以成为精英 于是东真一郎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 而且父母认为他是家里的长子 要被两个弟弟做一个好榜样 所以从小就要求他事事都要做得好 令东真一郎感到很大压力 幸好有外犬和祖母的陪伴 才可以令东真一郎有喘息的空间 但是大约在1993年 当时东真一郎就读小学四年级 祖母和他心爱的柴犬因为年老童年离世 压力就开始压跨了东真一郎 也令年少的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死亡呢 而当时发生了一件关键的事 令只有10岁的东真一郎正式踏上承摩之路 由于母亲觉得把狗粮丢了很可惜 于是就继续将资料放在资料盆里面 摆放在座座狗屋旁边给附近的野猫吃 东真一郎对母亲这个行为非常反感 因为就算爱犬死了 他的资料仍然是属于他的 有一天他见到一只饥饿的野猫 正是不停地吃着堆得很高的资料 瞬间的愤怒令他认为野猫很贪婪 决定要杀了他 完事之后 他竟然浑身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满足感 在升上小学六年级之后 东真一郎杀猫的情况急速恶化 每次杀猫的间隔越来越短 他甚至已经不再说服自己的行为是因为想理解死亡 变成只是单纯由杀猫和肢解里面得到快感 但就好像令人上瘾的毒品一样 快感的程度会慢慢递减 他的手法变得越来越残忍 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第一次杀猫时背后的原因 伦理和思想 很快他就不再满足于杀害动物 升上中学之后 东真一郎更加会带狸刀和铁锤等物品上学 在5月14日即是出现第三个受害者的前十日 东真一郎曾经在一个公园用拳头不停攻击朋友 还拿刀出来威吓他 他的朋友被对方疯狂的巨洞吓到拼命逃跑 后来还因为这样而转学 事后东真一郎甚至表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攻击朋友 于是就向母亲要求暂时休学 母亲眼见儿子精神不好 不单只答应他的要求更加鼓励他 你只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就可以了 又不是不上学人生就会毁了 但他没想到个儿子偏差的行为 最终会让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东真一郎被捕之后 警方在他家里找出刀 铁锤这些犯案的空气 还找到装在玻璃瓶的猫舌 攜带式钉枪 以及记录了他作案过程的日记 当中警方还找到他隐藏的黑暗秘密 在日记本里面有不少奇怪又恐怖的画 还有一个幻想出来叫做Egglesian的朋友 他是一个身高只有45厘米的女孩 有一张丑陋的念 而且有三只眼睛 当他肚饿的时候更加会吃了自己的手 除此之外 在日记里面他更加创出自己的神明 每次犯案之后 他都会向日记里面的神明汇报 同时还会进行制片的神圣仪式 确保自己不会被捕 东镇日郎在日记里面也记录了第二次襲击事件的过程 当女孩转向我的时候 我就挥动了手中的铁锤 我想我敲打了他好几下 不过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实在太兴奋 日记内容非常详细 成为了东镇日郎犯罪的证据 在警方盘问的过程中 东镇日郎表现得非常合作 承认自己是三件案件的兇手 更加向警方详细地讲述 杀害最后一名男童土司循的经过和原因 在5月24日 他在街上跟土司循相遇 他认为对方年纪小 又是自己弟弟的朋友 很容易落手 而且东镇日郎知道对方喜欢乌龟 就骗对方说会带他去到附近看蓝色的乌龟 这个小男孩毫无戒心地跟随了东镇日郎 来到了一个高台 谁知东镇日郎突然从后用繩扎着他的颈 最后土司循难逃避扎死的命运 东镇日郎将尸体在附近收埋 然后就离开现场 第二日他回到现场处理尸体 他将尸体的头脑割下来 然后就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胶袋 还带回家 东镇日郎更加坦白 曾经对头脑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 还割开头脑饮屎血 两日之后的凌晨 他就将放有挑引信的头脑放在中学门前 对于他来说 这一连串的行为都令他非常兴奋 在盘民的过程里面 东镇日郎曾经多次问警方 自己什么时候会执行死刑 当警方指美成年的罪犯是不会被判死刑的时候 他觉得很失望 因为他当时在想死刑才是九属 更加表示他要好像土司上一样痛苦而死 经过开庭和精神监定 当时判定未成年的东镇日郎 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性虐待倾向和人制沟通障碍 所以被移送到关东少年医疗护育院接受治疗 其后被移送到东北中等少年护育院 另外东镇日郎被判需要向死者吐司唇和山下彩花的家属 支付合共一亿九千万日元的赔偿金 在东镇日郎接受治疗期间 日本国会因为这件案件 将犯罪刑责的最低年龄由16岁到14岁 同时由于日本有少年化保护未成年的罪犯 所以警方不可以透露兇手的身份 各传媒都以少年A或者找鬼长尾姓斗来称呼东镇日郎 而每当日本各传媒报道这件案件的时候 都会引起社会的热论 不少人认为升学的压力 学历精英主义 教养的方式 媒体渴染恶习都是令兇手精神扭曲的原因 除了传媒报道事件之外 第一名死者山下彩花的母亲 甚至兇手的父母都先后推出书籍 港术事件对他们的影响 为了尽力补偿子所犯的错 兇手的父母将办税都捐了给受害者家属 而讨厌私信的父亲 在书中表达这件可怕的事件对他一家人带来的伤痛 也提出日本对少年罪犯的保护 以及对受害家属的不公义 在案发之后7年 即是2004年 21岁的东征日郎首度获得假释 在2005年正式出育 从窝自由 由于受到少年法的保护 外界仍然没有人知道少年A的真正身份 事件沉寂多年之后 因为他一个高调的举动 终于令他神秘的身份曝光 在出院之后11年 即是2015年 东征日郎以前少年A的名义 和泰田出版社合作 推出一本叫做《绝歌》 日本神户连续儿童相杀事件的书籍 他在书中讲述了整个案发的过程 亦都发白了他多年的心努力情 希望可以时光倒流 他还表示 从少年院出院之后 每年死者的死忌日 他都会写信给两个受害的家庭借罪 新书出版了一个星期之后 东征日郎偷过律师 向死者家属寄出自协信 但是自协信竟然附上去的新书 家属对他这个举动极为憤怒 纷纷要求出版社停止罚行 死者吐士淳的父亲更加直言 有哪个父母想读到孩子被杀的描述呢 直到现在我都没读过他写的书 这样令我觉得淳被杀死了第二次 可惜出版社眼见绝歌好唱销 还不断加仁 之后 东征日郎更加为书本开设网站宣传 但是网站的连结现在已经失效 只可以由当年的网站截图 去规探当中的内容 我们可以见到 网站当时有不少抽象 意义不明的暗黑风格绘画 而当年这本书少量达到25万 东征日郎更加因为这样赚了二千多万日元 正因为他高调而且惹人争议的行为 有传媒决意要找出少年A的真正身份 在2015年9月 有杂志公开少年A案发当年的学生照片和真实姓名 东征一郎 同时杂志指他现在已经改了名做西刚真 还结婚生了儿子 不过这个消息就未被证实 在2016年 有杂志刊登出一个33岁成年男人的照片 还表示相中人就是当年的少年A东征一郎 记者还声称偷拍东征一郎的时候 不小心被对方发现 之后对方愤怒地恐吓记者 知他已经记得了对方的名和样子 不过这件事只是纯属猜测 未能够绝对肯定个宗的真偎 东征一郎杀害了两个无辜的生命 竟然在短短七年后就重获自由 同时受到法律的保护 可以隐性埋名地生活 而且他在当年之后高调出书 重提当年杀人的事 对死者的家属造成第二次伤害 同时也因为板碎令空手生活无忧 所谓的法律保障了少年罪犯最大的权益 但是就踐踏着受害者和家属的伤口 法律那么不公义的存在 那么又公平吗 除此之外 学校因为丑事不外传的传统观念 经常向外界隐瞒了学校发生的问题 说穿了就是自私自利的想法 事实上这些问题在香港的校园也不时发生 令不少事件恶化到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如果当年有休中学能够方下对校语的执着 及时和第一个受责人的父亲和警方合作 主动提供可疑学生的资料 那么那两个无辜小朋友的命运 又能不能够被改写呢 谢谢你收看这件案件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件案件的看法 记得like和subscribe 原子档案这个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